這個事情是從07年開始 他們原來是一些原來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家屬 他們參與的 這個事情從開始來說 有可能他不是簡單的像竹轉 因為是0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福溫時代 但是那個時候07年 習近平還是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 他確實是支持的 而且他的母親齊心也支持了多數紅軍小學 所以這個紅軍小學的建設 可能是體現了他的思想 那麼最近這幾年的竹轉 可能也跟他的思想是有一定的關係 他包括在剛剛開完的19大報告當中 他都提出來要傳承紅色基因 這個紅軍小學的他的孝訓就是紅色基因代代宣傳 那麼很顯然他就是要加強 這個革命文化 紅色文化的教育 而且包括今年的這個中國的小學 初中的小學教學書 秋季剛剛使用的這個教學書 他們也已經強化了革命教育 教育